教授我就听说了 就说现在其实 不要说是这个 比方说排水 还有就是通报的这个系统 我不知道 当然如果不对的话 您可以指正 就说好像听说 这个台北 是全国现在做最好的 就是说其实是因为 有经过一番的这个努力 所以刚刚其实 不是我们还在讨论吗 说这个山地不宜居住 因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应该从山地搬到平地 可是平地到现在 好像看起来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要看是住哪一个城市了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说真的 从高雄搬到台北来讲 那这样子可能比较安全呢 我想这个问题 刚才几位来宾 大家都提过 一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去看到说 要自宏 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作 那短期里面要消除 民众的这个疑虑或抱怨 实际上来讲 我不知道这样讲 会不会产生蓝绿的 这个感觉 但实际上来讲 在台北市跟台北县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或许可以提供为 其他县市的一个参考 也就是说台北县跟台北市 它组织了一个专门的 长期的一个研究团队 它专门在研究就是说 如果在怎么样的一种 天后的条件之下 那么它结合了卫星定位系统 它结合了电子计算机的能力 它可以去把这些资讯 把它统合在一起以后呢 能够去预测或者观测到 现在在这个状态之下 它的淹水淹到哪里 哪些区域是淹了 那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提供给救灾单位 在部署的这个过程里面 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指标 那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住在有这样系统的一个呢 都会区的时候 那至少说 我打电话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救兵来的时间呢 时间要非短的非常的多 但在这里面 它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团队的一个组成的过程里面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 就是它要有 因为在救灾的过程里面 救灾大部分都发生在 天后条件非常不好的状态之下 所以它有一组气象的专业人员 它在协助就是说 帮你做气象的一个判断 那它把这些判断 把它丢到这里面以后呢 它就能够四千的来做好 这些的一个规划 所以相对来讲 它能够预防 就是说至少说在防灾上面 它可能不见得很好 可是至少在救灾上面 它可以花费非常好的功能 好 这次我们看到高雄淹大水 那么高雄市长陈菊呢 今天上午也赶快勘灾 但是呢有民众毫不留情面的 当场就呛陈菊了 而陈菊也公开向所有的受灾市民 表示歉意 并且宣布即日起暂停 所有的竞选活动 直到灾区复原 但是对于爱河 易流淹水 陈菊他强调 这是天灾不是人祸 这是高雄市的重灾区之一 南紫中原社区 陈菊穿着浅绿色的羽衣 搭上了水路两用车 沿途勘灾 神情凝重 陈菊选择请听代替解释 他不忘询问灾民们善后的民生问题 来到消防队幕僚透露 陈菊已经一夜没有合眼 就担心灾情持续扩大 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救灾中心去了 可是因为电话都不通 所以我才会这么着急 小姐你今天什么事情来找市长帮忙 要救人啊 关键时刻市长变成了保姆 除了关心慰问 看在现场 他最常说的是这句话 陈菊放地生断面对选民 但对于爱河一流淹水 被批评是人祸的指责 他不忘为市府团队辩护 我们到目前来讲 并没有发现是人为的因素 水淹高雄是否冲击选情 陈菊不愿多谈 他决定以行动来化解 大水带来空前的市政危机 中文新闻理东云陈永泰高雄报道 好刚刚刚有coeing进来 不是有提到吗 其实在这个高雄 赶快呢一看到这个水淹起来了 情况不太对呢 就赶快先拨打1999 那么这个专线呢 偏偏一直在放录音 告诉你这个停班停课的相关消息 那施诚如果是换成在台北的话 如何呢 我们也有1999专线啊 如果换成这样 好龙兵就不用选了 我讲真的 你知道1999高雄市 其实模仿台北市 那1999就说 危急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得到一些援助 那如果放录音乐呢 是的 我们高雄市明天不用上班上课 谢谢拜拜 他突然说有什么意义啊 他困在那里 所以说你的人力资源 是不是用在适当的地方 我在怀疑 而且你对于这样的天灾 除了所谓的防灾措施 这种最及时的救援 是最必要的 你总不需要我们中天 再转告你说 是的 男子区友跟困在那边三天了 他们听你们录音带 听了三天了 他没饭吃怎么办 你听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你这个设施 一定要必要 就是在你没有办法救援的时候 怎么样去得到 至少我电话的协助 这个很重要 刚刚老师讲到说 这个台北县市有个预测跟观测 这样一个机制 那我就想到老师讲的太多 这个疫情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说这个台北县市 没有这么大的灾害 请问一下 这一种的机制 可以为台北县市 收涨加多少分 零分 有通过你的意思吗 零分 那所以为什么台北县市长周习伟 民调最后一名 因为这个平常人家看不到 所以我希望我们选民 不管哪里选民都应该说 现在你不只是要看放烟火 或是要看谁来参加 那个什么跨年晚会 你要看这个城市的首长 有没有远见 这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讲什么极端气候 不是极端气候 刚老师这笔 现在是极端气候变成一般的现象 所以 异常变正常 对 我们要提到说 到底是千春还是撤离 为什么 千春就说 这边不能住了 撤离说 这个只是今年这样子 这是异常 然后我们可以再回来 问题是 以后的气候 可能就是正常的情况 就是每次来 这个中路台风一来 就是上千毫米 有地方能不能住人 能不能住人 所以这就是态度的问题 而且刚刚一个高雄也提不到说 我住的地方以前都是绿地 现在就全部开发了 那怎么办 你说是天灾吗 那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魔不张的问题呢 那你跟我说是天灾 然后我们要专家干什么 那我们就等着淹水 然后淹水淹完了 然后再买一部车 那明年我再淹 我再买一部车 我是黄英庆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说 我觉得不管是县市政府怎么样 你如果把它视为一个天灾 那你继续做 做你的事好了 你檳榔树继续种 地下水继续抽 以后天灾 那我们要政府干什么 我们以后就跑掉就好了 好马上回来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回来继续 带观众朋友来关注的是 南台湾灾民现在目前的状况